好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组专业术语 一个叫集权 一个叫分权 还有一个叫授权 集 我们先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 集指的就是集中 分指的就是分散 授权 这个授指的就是授予 对吧 其实就是讲的企业当中的权力 应该如何进行组织实施 那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什么叫集权 集权就是在企业组织当中 主要权力集中到较高的管理层次 就把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 或者几个人身上 大家是不是都看过一部 就是古代的一些电视剧 比如说封建王朝的那个皇帝的电视剧 比如说雍正王朝 康熙王朝 大家都看过没有 那里边的皇帝 他的集权程度怎么样 全国的权力集中在这一个人身上 所以他是那种集权的一个典型代表 当然在现代企业当中 有没有集权式的企业 也有 相对来说比较少 比如说一些小型的企业 夫妻店 就夫妻店 夫妻两口子 然后下面雇了三五个人 那好了 那这就是两口子集权 对不对 所有权力都在这两口子身上 下面涉及到的和他相反的就是分权 他的特点就是 把组织当中的主要权力 分散到组织当中 把它一层一层的往下分 你像这个分权 他其实一般都比较适合什么呀 大型的企业 那大型的企业 如果说这种大型的企业 怎么样 要采用集权的方式 大家想想结果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李嘉诚 他的长江实业集团 假如说啊 李嘉诚现在还比较年轻 如果他不实行分权 他实行 集权的方式 大家想想 你这李嘉诚是不是得活活累死呀 对不对 太累了 太累了 所以现在一般大企业啊 都比较适合采用这种分权的方式 那么到底是采用集权和分权啊 说这个企业到底是集权还是分权 他们有几个主要标志来进行判断 首先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标志就是决策的频度 啥叫决策的频度呀 说假这个企业 一天做决策 能做500个决策 说以这个企业一天就做50个决策 大家你来看看 谁比较频繁 当然是假比较频繁呀 假啊 一天做500个决策 大家想想像假这种企业 他应该是集权比较好 还是分权比较好 应该是分权比较好吧 如果要是集权的话 假这个企业的老板 是不是也得活活类似呀 对不对 所以你看像以啊 以这种企业 他一天就做50个决策 相对来说数目比较少 对吧 数目比较少 所以他就比较适合集权的方式 这叫决策的频度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影响因素 叫做决策的幅度 决策幅度 如果说在这个企业当中 中低层的管理者 他涉及到的决策范围 非常广 非常广泛 大家想想 这些中低层手里边的 这些比如说职业经理人们 管理者们 手里边权力大不大 大呀 对吧 说明这个企业的分权程度比较高 那相反 如果说啊 在这个企业当中 他的中层 或者是高管 决策的范围特别大 啥都管 那个高管 最高层的 啥都管 你想想 他应该是分权程度比较高 还是集权 集权程度比较高 对吧 所有权力都集中在高层管理者手里边 什么样的决策 都需要高层管理者来做 那是不是都属于 把权力牢牢的掌握在高层管理者手里边 这叫集权 第三个影响因素 叫做决策的重要性 啊 决策的重要性 大家来看一下啊 在企业当中 有一些决策非常重要 你比如说战略性的决策啊 这一般都是由高层管理者来决定 对吧 那你比如说在 一些企业当中 他的一些日常管理部门 对吧 他的决策不影响今后的发展 所以这个对企业影响程度比较 就比较小 他适合什么 说明他分权的程度比较低 对吧 所以你得看这个决策 到底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 好了 第四个影响因素 就是对决策的控制程度啊 控制程度 如果说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的控制 说你想干就去干吧 小张 小李 小王 小赵 你们想干就去干吧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企业分权程度很高 对吧 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 老板不管 但如果说有的企业 事事都要向老板报告 说我们这要花500块钱 买一把椅子 好层层上报 层层上报 大家想想 说明这个企业的权力都集中在谁的手里边 都集中在上级的手里边 那我们就说他的分权程度是比较低的 对不对 所以高层如果说对决策有很大的控制权 那说明他就集权 如果说这个老板啊 是一个佛系的老板 啥也不管啊 就让手下的人去干 这叫什么 分权程度比较高 对吧 所以这是影响集权和分权的啊 四个主要影响因素 注意这一块 他容易考什么题考多选题 那在这儿大家应该怎么去记呢啊 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就是高层管的多 他的表现就表现为什么 集权 啥意思 就那个高管事务继续的 事务继续的啊 说说我们这个办公室 这个打印的纸没有了 还有层层审批 得要老板的批准 这怎么样 他太集权了 对吧 太看重权了 如果说较低层管理者 比如说中层或者是基层管理者 他的决策权比较大 管的事情也比较多 那说明我们这个企业就是分权的形式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啊 那我们在做多选题的时候 说影响集权和分权的标志都有哪些 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总结了个口诀 叫什么 控制重要的扶贫 对吧 最近开两会呢啊 大家看两会了没有 我们这个两会 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中国的扶贫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胜利 对吧 扶贫工作啊 取得的这个效果特别好 你看这扶贫和咱们那个扶贫是它是音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里边你看就这就叫什么 这就涉及到它的重要词控制程度重要性幅度频度 对吧 控制重要的扶贫多选题找这几个关键字一选就选出来了 好了 比如说这道多选题啊 咱们就看出来了 说各管理层拥有的决策前情况反映了组织的极权程度 具体情况包括什么 有人说老师这道题没做过 大家你看选项 这道题的选项其实考的是什么 影响极权和分权的标志 对吧 他说反映了这个企业的极权程度 那极权程度大 那我们就说极权 极权程度要小 那我们就说分权 是不是还是说的极权和分权的标志呀 所以你得会审题啊 那我们那句口诀叫什么来着 那几个字来着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大家想想应该选什么 控制重要的扶贫 对不对 好有控制重要的扶贫 有方法吗 没有方法 一句话 BCDE 是不是就选出来了呀 所以多选题啊 初级工商的多选题 99%以上都是靠记忆的啊 大家要想在多选题多拿分的话 我们就有很多的口诀啊 等着大家 当然大家你自己也可以 可以怎么样 说老师我这有一个好的口诀 我告诉你们吧 可以呀 对吧 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啊 这口诀的好处就是多选题啊 你想错都错不了 好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影响极权和分权程度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 所以有的企业实行极权 所以有的企业实行分权 为什么 他很显然是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对吧 有哪些因素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决策的代价啊 决策代价 大家来看 如果说这个决策是涉及到这个企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很厉害呀 生死存亡 那这个决策的代价非常大 对不对 大家想想他适合分权吗 不适合 很显然他应该是适合极权的方式啊 就在重要的时间重要的决策之上 老板拍板说了算 第二个影响因素就决策的影响面啊 说这个决策的影响面比较大 涉及到企业的各个环节啊 各个部门 那这个时候 他其实就适合什么权力 集权的方式 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对不对 集中力量办大事 大家还记不记得2020年11月份的时候啊 在我们中国发生了一个企业的啊 他的形式的一个改变 有一个重大的企业就是华为 把他的荣耀给卖了 对吧 很多人不太理解 他说为了做得好好的 对吧 他为什么要卖掉 那很显然 他是把这个得出来的钱 还有他空出来的人财物 对吧 哎 他怎么样 他集中力量办大事啊 办人家更研究5G6G技术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不是说卖几部手机就可以换来的 像这样的必须老板拍了 说了算 组织的规模啊 组织规模越大是越适合分权吧 这个咱们都理解 组织规模比较小 他就适合集权 对吧 他想分也没人分呀 这个企业就五个人怎么分呀 分不了 还有和主管人员的素质和数量也有关系啊 如果说这个老板下边的几个副总都特别能干 那这个老板啊 心胸还比较宽阔啊 他就可以把他的权力怎么样 分散下去 如果说他手下的几个副总都不能干 这个老板也不放心把权力分下去吧 所以和他的主管人员的素质数量都是有关系的 还有什么 还有控制技术的完善水平 对吧 如果说这个企业有比较完善的控制技术和手段 啥意思 什么叫控制技术 技术手段 比如说发生一个特大事故 比如说某个企业他生产的冰箱爆炸了 空调爆炸了 那这样的事件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的话 那是不是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呀 大家想想啊 这样重大的事件 如果说有比较好的公关处理团队 那这时候老板基本上 他都不怎么用操心 对不对 因为权力已经下放下来了 由他的公关管理团队去做 那如果说 这个企业他控制技术不好 就是发生问题了 不能很好的解决 下属也不能很好解决 只能老板出来赔礼道歉了 对不对 好了 第六个影响因素就是环境的影响因素 环境越不稳定 他应该是集权应该是相对集中一些 权力要集中一些 比如说在这个贸易战期间 对吧 中美贸易战期间 那有很多中国的企业 确实是呀 一会儿这个订单又要 一会儿订单又不要 那这个企业很不好做节策 也不也不好分权下去 对不对 所以老板他就集中 把这个权力集中一些 自己来做决策 好了 这是影响集权和分权的主要因素 有几个 有六个方面的 说这六个方面 老师我记不住 怎么办 没有关系 咱们仍然是给大家说了一句话 对吧 这一句话当中就包括了 影响因素的六个方面 大家把这句话熟读 做多选题的时候 很容易选出来 就人员控制影响环境的 它的规模代价 对吧 人员控制环境影响的规模代价 对吧 你把这句话多读几遍 人员和人员有关系 和控制有关系 和影响面有关系 和环境的稳定性有关系 和规模有关系 企业规模和这个决策的代价 都有关系 对吧 你把这句话多读几遍 多选题 两分就拿到手了 好了 说完集权和分权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个和权力有关的 叫做授权 什么叫授权 授权是由谁委托给谁 是由上级 把他的权力 委托给下级 但这个下级不是说 他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就可以干的 他还必须得在一定的监督情况之下 对吧 也就说 在某种程度上 这个下级 他就代表了上级 在某种程度之上 比如说 这个上级怎么样 生病住院了 他说 我委托张三 权权代表我 对吧 把我的权力授予给张三 那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授权 这张三可以胡作非为吗 不能 他是在一定的监督情况之下 所以提到这个授权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几个概念 有很多时候容易混 第一个就是授权不同于代理职务 对吧 什么叫代理 代理是平级关系 这个授权是上下级关系 也不同于助理或秘书 对吧 像那个助理和秘书 他不需要承担责任 而这个授权的下级需要承担责任 授权还不同于分工吧 分工我们就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对不对 其实上下级 它是一个监督和报告的关系 授权也不同于谁啊 也不同于分权 注意啊 分权是长期授权 啥意思 在未来的五年当中 张三你可以行使这个副经理的这个职位 他的职权 这叫长期授权 未来五年当中 而这个授权 我们说它是一种授予的关系 说这个上级住院 住了仨月 对吧 三个月期间 他的下级来代表上级行使一些权力 说这个上级怎么样 他病好了 出院了 那这个时候 下级还能行使他的权力吗 就不能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有暂时性 那么我们之所以给大家这样做一下对比啊 主要是让大家怎么样来体会一下授权不等于代理也不等于助理也不等于分工也不等于分权 他们是有严格的区别的 好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授权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啊 授权有哪些原则呢 是我看着张三顺眼 我就让张三来行使我这个总经理职位 哎 我看着李四顺眼 我就让李四来行使我这个职权吗 是这么回事吗 当然可能有一点点的个别个人的影响因素 呃 在我们这讲的啊 企业的经理人 他都是理性人 大家学经济学的时候啊 有一个理性经济学人的一个什么呀 假设 大家都是非常理性的啊 不会说做权策的时候 说我喜欢这个我就怎么怎么样 所以他还是比较理性的啊 虽然看着张三不太顺眼 但是张三确实是能力比较高 可能就把权力授予给张三了 所以第一个原则就出来了 叫什么 是能授权啊 不是说他长得不好看 我就看着他不顺眼 我就不把权力授予给他 不行啊 理性人不会这样做权 做决策的 他是看他的能力来授权 还要第二个遵守的原则 就是明确授权的范围 给这个下级给他画个圈 对吧 孙悟空去取经的时候 他去打妖怪 对不对啊 然后给他师父 他的师兄弟师弟们都给他画一个圈 不能出这个圈 对吧 出了这个圈就被妖怪给抓走了 所以下级也是一样 在行使权力的时候 不能出这个圈 这个圈谁画的 上级给他画的 第三个原则叫做不可越级授权 什么叫越级授权 就我们之前讲这个管理的层级 对吧 管理的层级 比如说一二三四 我们分了四个层级 什么叫不可越级授权 说最高层的这个总经理机构 然后到基层去视察了 说发现这个基层有一个 有一个叫里四的员工 说发现他特别好 我要给他授予一定权力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越级授权 他应该是把这个什么呀 这个总经理应该怎么做 应该把他这个想法告诉给第三层级的管理者 第三层级再告诉给第二层级的管理者 第二层级再告诉给第一层级的管理者 那有人说 说老师 我们单位就有一个啊 就是被总经理给看上的 然后直接从基层调到 调到这个上边去的 我们在这讨论的是什么 还是回归到 我们是理性的经纪人 对吧 在现实生活当中 真能做到这么理性吗 不见得 所以我们在这讨论的 他都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都是理性的啊 第四个原则叫做适度授权啊 就是不能怎么样啊 说有人说授权就等于放弃权力了 这不对啊 这不对 所以必须要对他的下级进行监督 而且授权的范围一定要适度 不能说纵容这个他的下级人员胡作非为 这一定要适度 还有就是适当控制 在发生问题的时候 上级有必要提出来 给下级提出来 他在工作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啊 出了问题赶紧制住控制住 这就叫什么 适当控制 所以授权的基本原则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五个 那这五个我们大家都理解的话 他要是做多选题 他不考他的理解 他考什么 他考他的一个多选题 具体有哪五个授权的原则 哎 我们在这给大家总结了一句话 嗯 是不是真是名呀 哎 咱们有一个眼药水叫真是名吧 当然咱们这里边没有真 我把它阔起来了啊 啥意思 是指的是适度 不指的是不能越急 对吧 第二个是可以是适当 然后是 适能 对吧 适能原则 就是根据能力大小来原则啊 明指的是明确授权的范围 对吧 你这句话记住了没有 说我用到这个眼药水 是不是真是名呀 这就叫授权的基本原则 要遵循这五个 非常适合做多选题 好了 下面 我马上就来做一道多选题 2015年的一道多选 授权的基本原则有什么 好了 你来选吧 能不能选对 咱们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是不是真是名呀 我用的这个眼药水 是不是真是名呀 是不是 不是 真 没有真 对吧 是 有是 名 哎 没有名 没有名咱就不选了 所以一下子就可以选出来 是不是真是名呀 正确选项应该选谁 选对了没有 应该选ABCE啊 这个公平授权 它是不能选的 好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知识点啊 也是一个专业术语 一个叫直线关系 一个叫参谋关系啊 什么叫直线关系呢 直线关系顾名思义就上级指挥下级啊 他就像一条直线似的这样来进行管理 所以他本质上是一种什么命令的关系啊 这个在军队的管理当中 在军队的管理当中用的特别多 对不对 所以大家来看那高层直接往中层下命令 中层然后再往基层下命令 当然在有些军事化的管理企业当中 他也采用的是这种什么样 直线制的管理方式 简单直接另行禁止 对吧啊 这是他的一个特征 那么参谋关系是怎么回事呢 参谋就是他要弥补主管一些专业知识的需要 对吧 所以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他提供的是服务和协助啊 服务和协助 因为主管人员直线主管 就直接管生产的 参谋就是给他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的 我们在这也有一个图啊 刚才我们说的高中高层中层基层 它是一个直线管理的方式 对吧 哎 在高层当中 比如说有法律部门给他提供的建议 这就叫法律参谋 哎 这个中层财务方面 也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 这就叫财务的啊 财快的或者财快的一个参谋 对吧 基层方面 比如说给他在一个什么呀 在他的一个物流这一块 也提供了一个对策和建议 那这就是都是属于他的参谋关系 所以参谋关系有决定权吗 有没有决定权 没有 没有决定权 决定权只有在这种直线制的管理方式当中啊 才会有的 他们只提供建议啊 只提供建议 提供服务 提供对策 对吧 所以这叫参谋 这就和咱们看一些电视剧 比如说古代的时候啊 那个啊 在一些衙门里边有一些师爷 对吧 绍兴师爷 这个还是比较出名的啊 师爷他 他有决策权吗 他没有 他只能是给这个 呃 现官 对吧 给他提供一些对策和建议 给他提供一些对策和建议